早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第三堂的營養教室 不知道大家經過了一個週末的活動, 會不會都很累 或者是聽完我們陳教授, 還有我們的Dr. Ryan的分享之後 大家就更加想了解多些產品之上 如果是的話, 那就對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去看看, 其實關節健康有很多的迷思 當然, 我們很希望就是最終的目標, 令到大家更加健康和快樂 但是, 常見的問題會有些什麼呢? 譬如, 很多人就會覺得, 其實關節這個問題 通常都是在老人家才發生的 那到底是不是60歲的時候, 我才開始保養我的關節呢? 那也曾經有很多人問過, Venus, 我是不是吃完葡萄糖胺 我就不需要再吃鈣片了 那是不是吃葡萄糖胺就足夠令我們關節健康呢? 那更加有人說就是, 我不需要吃任何補充品 我以形保養就可以了 那以形保養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方法呢? 那經常都聽人說的, 政府也經常說的 希望我們可以做多些運動 希望我們每個星期, 做五次的運動 每次有30分鐘 那到底做運動是不是也可以幫到我們的關節健康呢? 那最後呢, 大家應該都很想知道的就是 那我吃這麼多補充品 我的關節健康是否可以逆轉呢? 很多人現在都說肌靈逆轉 那我的關節健康可不可以逆轉呢?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這幾個迷同思 那我們首先看看, 到底是不是60歲的時候才開始保養關節呢? 那當然有很多時候, 人們有真的痛的感覺的時候 可能在50歲, 60歲的時候才感覺到 但其實看回我們整個人的身體發育時期的話 在小童到青年的時候 我們確實需要有很大量的營養素 去幫助我們去散多點肌肉 去散多點骨骼 去到我們其實19至30歲 基本上是我們人生的高峰期 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開始發育完成 我們的器官, 所有的骨骼都發育完成的時候 這個時候, 我們身體會有最多的營養素 但是很可惜, 雖然人說男人40歲是一枝花 但在營養的角度來看 中年是由30歲開始已經發生了 營養素會在我們30歲的時候 就會慢慢慢慢開始流失了 所以, 我們是否真的要等到60歲 流失了, 覺得開始痛的時候 才去保養呢 我們亦都去看看 其實近幾年, 聽到很多的骨科醫生說 關節的問題 有年輕化的趨勢 我們看看到底有什麼原因令他出現這個情況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表 透過政府大力的商傳和推廣 越來越多人注重健康 確實是, 越來越多人去做多些運動 看看圖片 其實每星期, 至少進行一次劇烈運動的人口 是不斷地提升的 去到2016年, 更加接近是50% 一半的人口都有去做這些劇烈運動 講到劇烈運動, 其實也可能只是打球 踢球 跑步 這些運動 我們也看看 原來過重和肥胖的人士 自在2005年打後 有四成的人士是過重或者肥胖的 其實這兩個因素 正正會令到我們關節健康受到影響 正常你的關節健康是可以捱到四、五十歲 但是因為你做多了運動 關節和關節中間多了磨擦 又或者你本身是一個體重很正常的人 你的關節有這麼多空間 但是慢慢慢慢, 當你越來越重的時候 就令到你關節越關 令到你骨落與骨落之間的空間 就越來越少 那就變成很容易有更多的磨擦 所以其實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骨科醫生 講到現在的關節健康問題 有年輕化的趨勢 就是因為這兩個問題 導致我們關節健康 可能由30歲的時候已經開始 很明顯地有一個磨損 所以到底我們真的要等到60歲才開始保養 絕對不是 而且我們也要看看 剛才說的關節健康 除了中間的空間之外 兩個的骨頭本身的健康都很重要 如果這兩個的骨頭不夠硬 不夠硬 不夠硬 越來越脆弱 其實骨落與骨落 中間的空間也會越來越少 那個關節的磨擦度也會越來越多 大家也可以看 其實就是 在30歲的時候 全部東西都是在30歲 所以其實營養學是有一個很統一的說法 就是30歲的時候開始 我們的骨質就開始慢慢流失了 所以 60歲才來保養的話 那些就不是叫保養的了 30歲那些才開始是保養 60歲那些就真的 想救也未必能夠救回來的了 好了,我們也看一看 很多人就說 當關節寶推出了的時候 Venas,是不是我吃完 關節寶就不需要再吃這個鈣片了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結構構造 首先第一,剛才說的 我們整個關節基本上有三個地方組成 首先就是那兩個骨落 剛才說到的 骨落本身應該要很硬 它支撐著整個身體 但如果骨落不夠硬 越來越脆弱的話 令到我們骨落與骨落中間的空間減少 亦容易磨擦 這個就會加快了我們關節受損的情況 而這些這麼硬的骨落 其實本身就由鈣質組合而成 所以首先第一 我們要有足夠的鈣質去支撐這兩塊骨的健康 另外第二,其實這兩塊骨中間 就會有一個好像啫喱的物體 去包住那兩塊骨 令到我們磨擦的時候 不會說有太多的骨落與骨落之間的接觸面 而這些軟骨組織 其實是來自一些 膠原蛋白 透明質酸 又或者是葡萄糖胺 又或者是軟骨素等等 而製造而成的 所以這個是要硬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吃鈣質來補充 而另外剛才說的 包住的那些質地就是一些啫喱 所以我們需要有營養素去補充我們的軟骨 也需要有營養素去吸收更多水 令到我們的關節液有充足的容量 包圍了整個關節 所以其實葡萄糖胺是需要補充 軟骨素、MSN、鈣質 其實也是要同時補充的 所以如果想骨落健康 我們首先要選擇一個鈣片來使用 一個複合的鈣片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鈣質 有碳酸鈣、檸檬酸鈣 這些不同的鈣質有不同的吸收率 所以我們選取的是一個複合的配方 綜合所有的鈣質 放在一個產品裏面 讓你可以一次個補充不同的鈣質 另外其實有些人說 別人市面上一顆的鈣 已經可以提供到一千毫克 一次個補充,一日所需 那這個是不是好的呢?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事 其實我們身體最多最多每一次 只可以吸收到五百毫克的鈣 所以我們應該要分開把它攝取 如果我們要將一千毫克分開攝取的話 可以分開三餐 早午晚三餐 每一次就補充三百毫克的鈣質 就是最理想的 還有我們的配方有維他命D3 可以更加令到我們的鈣質吸收 另外第二,剛才說的就是 我們除了要補充鈣質 另外就是我們要補充葡萄糖胺 MSM和軟骨素 去幫助我們的關節組合而成 所以我們有一個3加1的配方 另外其實也是一個很高濃度的成分 只要按食用份量 其實就可以補充快一日所需的 這三個營養素的攝取量 最好其實我們也是有一個燃耐成分 所以在這個產品中 也特地加了一個薑黃素 去幫助我們抗炎 對抗關節的發炎情況 大家應該都聽過很多人說就是以應補充 其實除了喝豬骨湯之外 很多時候就是我們中國人有一個思想 就是要吃豬腦去補腦 我們要去吃一些燕窩去補充膠原蛋白 我們又去看看豬骨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陳教授的分享 其實陳教授的比喻說得非常好 我們骨頭是一些很硬的骨頭 所以裏面的鈣質就好像石頭裏面的鈣質 所以大家試幻想一下 如果你把石頭放在煲湯中 煲兩個小時 你覺得石頭會不會溶到呢? 其實是絕對溶不到的 所以豬骨湯裏面的鈣質 其實少到只有2至10毫克 但剛才說的就是我們每天需要的 是有1000毫克的鈣 所以說的是你要喝多少碗? 100碗的豬骨湯才可以補充到 但大家看不見到圖上的豬骨湯有多少油? 其實100克的豬骨裏面 已經有差不多15克 即是3茶匙的油份在裏面 所以 不要說你能否補充到鈣質 其實喝完100碗的豬骨湯之後 我真的很擔心你的脂肪攝取量 所以 耳形補營絕對不是一個現代營養學建議的做法 好了 除了豬骨之外 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會吃牛筋 因為我們的關節有很多筋在裏面 我們去吃牛筋去補充 剛才Benas說豬骨有很高脂肪 牛筋不是吧 減肥的人都吃得牛筋麵 確實牛筋是一些很低脂肪的飲食 裡面也有很豐富的膠原蛋白 但是這個本身的粒子是很大型的粒子 所以它裡面含有很多我們叫做Purine的成份 Purine經過我們身體代謝後 其實很容易轉發成一些尿酸 積聚在我們的關節 就很容易形成一些痛風 痛風也是一個關節很常見的健康問題 所以我們都要去避免這些情況發生 那有什麼辦法呢? 首先第一 記住不是用耳形補形的方法 幫助自己關節健康 因為鈣質不溶於水 也很容易攝取過量的脂肪 所以簡單一點 用一個鈣片 幫助自己一天補充 900 毫克的鈣質 另外第二 不想攝取這麼大分子的營養素 我們可以怎樣呢? 我們可以直接用回補充一些 葡萄糖胺、軟骨素的營養產品 例如關節補,一個3加1的配方 有一個高濃度的成份 以及綜合了一個現代成份的配方 所以記得不要再用豬骨湯和牛筋 幫助自己去保養 我們可以用鈣片和關節補 剛才說到做運動是否唯一的保養方法呢? 其實做運動是很健康的 可以幫助我們關節和關節補充的關節補充 但是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其實我們做運動很多時候想收到的效果就是去建立肌肉 我們人體其實有600多塊的肌肉 剛才提到的就是 我們兩塊骨頭中間就會有骨頭包著 但其實是有很多肌肉去包著我們整個骨頭 所以肌肉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了肌肉 插不住骨頭,骨頭和骨頭都很容易磨擦 但很可惜的是隨著年齡增長 我們人體會大概流失了我們四成的肌肉 去到64歲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我們必須要建立肌肉 確實是要做運動的 但我們也要確保我們有優質的蛋白質 蛋白質是甚麼呢? 其實蛋白質是一個很大型的積目 例如一小塊一小塊的LEGO 即是一些氨基酸造成的 我們身體需要的氨基酸有21種 而狗種是自己身體做不到 是必須要由飲食到攝取回來的 那麼我們大型的積目 吃了身體的時候 我們就會慢慢分解它 變成一粒一粒很小的LEGO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重新去砌不同的 我們可以砌一間屋 我們也可以砌一個公仔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要砌一些肌肉 因為肌肉是撐住我們的骨頭 它讓它不要丟掉 然後經常磨擦住我們的關節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的是一個 嘉然蛋白質粉 裡面有一個低脂肪的含量 同時可以幫助我們提供 殖物性和動物性的蛋白質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有一個 即時性的蛋白質補充 還有一個持續性的蛋白質補充 亦可以同時幫助我們延長我們的飽足感 所以我們是否要做運動 是,運動不是唯一的保養方法 做運動的期間,我們同時要補充我們的膽怯質 來建立肌肉 好,來到最後,說了這麼久 到底我們的關節健康可否逆轉 我30歲開始保養有沒有用 大家可以看看整個骨肉的生長過程 我們從一輩子開始,它慢慢向上生 大家看到中間有一些血管 當這個骨肉形成了的時候 我們藍色這一層就是我們的軟骨組織 軟骨組織的人經常說沒有,磨蝕了就不能再生 大家看到嗎?沒有血管在裡面,怎會再生呢? 其實呢,為什麼磨損了就不能再生呢? 我們放大看看,一個正常的軟骨 它也有一個相當的厚度在這裡 但好了,當一個磨損情況出現的時候 我們不理它,繼續磨損的話 它不單磨蝕了軟骨 它還會到骨落的情況磨損血管 當它磨損血管的時候,它真的完全受損 它真的把軟骨組織關掉出來 其實我們身體除了有做骨細胞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軟骨細胞在裡面 可以幫我們做軟骨細胞出來 但這些軟骨細胞不是在軟骨層上 它是在骨質層上 所以當我們不理會它,完全磨損了它 再加上它的神經線和血管 這個情況就真的不能逆轉 但如果我們在部分受損的情況 幫它補充一些它需要生軟骨的原材料 譬如有葡萄糖胺、軟骨素等等 其實當它慢慢生出來的話 它不會傷及到血管 我們的軟骨、關節的健康 是絕對可以逆轉的 所以記得及早幫自己補充營養 提供足夠的原材料 讓我們做一個英俊健康的關節和軟骨 去保護我們的骨質 所以很簡單 我們用我們的關節補 一次過補充四大營養素 所以去到最後最後 補充關節健康是否很簡單 去補充關節補 吃關節補就可以了 不是,我們首先要有關節補 去幫我們提供原材料 生回軟骨組織 但是我們亦都要有鈣片 去幫我們鞏固這兩塊骨 把骨組織很硬 最後我們要補充蛋白質 去做運動 令到有人可以吊住骨頭 不要讓它吊吊吊 所以基本的組合 就是關節補 鈣片和加能蛋白質粉 好了,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分享 這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的營養教室再見 多謝,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